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關鍵時刻 帶您迅速掌握潮流趨勢 歡迎收看財經趨勢4.0 我是趙婷宇 首先看到南韓武漢肺炎疫情日益嚴重 產業界憂心 群聚感染 恐怕重創南韓產業 尤其南韓在全球高科技 包括面板DRAM跟半導體 都有舉足輕重的重要性 可能對全球供應鏈 都將是一大挑戰 南韓把疫情上調到最高等級戒備 就是因為武漢肺炎病例暴增超過20倍 週一再度新增病例100多人 總計超過700人確診 科技大廠三星也有員工 惨遭染疫 貴委式手機工廠 宣布停工到24號 產業界憂心 疫情重創 全球高科技產業鏈聚落 南韓 南韓市半導體面板 記憶體生產主要據點 晶圓代工市占17.8% 敵潤市場三星SK海力士 舊南瓜市占73% 此外南韓供應全球36%的面板產能 手機偶類面板更是市佔9成以上 受到疫情波及 集單可能轉往台灣業者 包括面板大廠群創友達 滴潤廠南亞科 此外8吋晶圓訂單 廠商分散頭片 可能轉往台積電 聯電 以及IT設計業者聯發科 那最主要我們要觀察還是在停工停產的部分 三星或LG的面板的需求 其實有部分來自下給台灣的 所以台灣跟韓國其實一直以來都有合作的關係 所以如果當韓國出現停工停產的部分的話 對台灣的面板廠勢必有一些轉單的效應 儘管南韓尚未傳出大規模全面停工消息 但為了防堵疫情 當局可能採取隔離封閉式管理措施 中長期而言對全球供應鏈都是壞消息 國內的這個 他們韓國的國內的這個生產線 如果受到影響 那勢必也會影響到一個轉單的一個力道 另外就是說 如果你當你疫情持續擴大的時候 對它整個需求其實也會受到衝擊 但由日本南韓疫情擴大 半導體產業斷鏈 週一上午每股期貨盤跳空重挫 道中指數期貨下跌三百五十四點 全球疫情何時能貨的緩解 有關全球供應鏈 未來情勢 新唐然的電視 從我們沈為彤 臺灣台北報導 再來看到中國大陸爆出復工困難 也嚴重影響電子產業鏈 臺灣企業國際舉行臨時股東會 董事長陳泰銘就表示了 受到武漢肺炎疫情影響 在大陸招工困難 加上人力成本跟運輸費用都增加 也反映在被動元件價格上 他有其三月產能利用率 期望力拼百分之五十 但是擔憂隨著疫情擴大 可能進一步衝擊整體供應鏈 武漢肺炎疫情打亂電子產業景氣 被動元件大廠國具董事長陳泰銘 由於國際氣存產能未在大陸 現在包括晶片電阻 MLCC 出貨持景情況現在是前所未見 兩大產品的庫水 都第三十天的狀態之下 其實能夠轉動了 已經有限了 那現在以目前現在看下來 市會有相當的溜差 那我剛提到 二位部分以我們自己目前內部的估算 大概就在三十五到三十八百元 陳泰銘指出終端市場需求 受到疫情影響將減少兩成 但明顯供給端受影響更嚴重 國具二月產能駕動率 百分之三十五上下 三月利拼達到百分之五十 事況來看第一季被動元件價格 平均上漲百分之五 常規型報價就上漲了 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國具股價從今年一月底的三百七十四元 一路來到四百七十四元水位 不到一個月漲幅百分之二十六 反應缺貨情形 不過如今日本韓國因為武漢肺炎 爆出大量疫情 事況不容樂觀 今年景氣沈泰銘省慎看待 預告高雄城區已經取得六千多瓶土地 此外隨著合併 美國大城集美可能擴大在海外產能布局 新大電視黃良杰省慧桐 臺灣新北市報導 好 接著看到飛瓶陣營手機大廠 陸續發表新機 不過受到武漢肺炎疫情影響 原定要在NWC發表的SONY 改在線上發表 一口氣推出了三款新機 其中一款是旗下首款搭載5G的旗艦機 配備全新三G投像機 更首度搭載了蔡司鏡頭 武漢肺炎疫情影響 SONY原定在MWC發表的三款新機 改在線上亮相 6.5寸21比9螢幕配備全新三鏡頭相機 找來德國光學大廠合作 結合自家相機技術 首度搭載蔡司鏡頭 同時具備高達每秒20幀高速連拍的 自動對焦技術 主打相機功能 這也是SONY旗下的首款5G旗艦機 非平鎮營接力發表新機 三星在2月中推出新折疊機 轉軸採用隱藏式設計 相比上一代採用大面積的折疊螢幕 這款4.2比3的螢幕顯得喬小許多 不過日前有消息指揮 出韓國有三星員工確診武漢肺炎 需要暫時關閉位在歸尾的智慧手機廠房 最快2月24日開工 這家工廠生產的產品主要是三星的新款折疊手機 產量並不算多 外界預期這對三星手機的整體產能影響不到 但是三星位在越南的手機產線 目前同樣因為疫情影響 造成重要零件庫存出現短缺的情況 可能造成旗下手機產品生產進度延後 新唐人亞代電視趙婷月 整理報導 接著帶您看到這一週的財經趨勢短播 自從中國大陸五幹肺炎疫情爆發以來 半導體由於貨出不去人進不來的影響 晶圓製造業的發展恐怕將趨緩 紅包新聞指出 Nokia內部正考慮潛在資產出售與合併可能性 作為未來佈局發展戰略考量 將聚焦網路基礎架構與通訊設備 根據英國AutoCar網站獲得的福斯汽車 內部高層消息指出 Rollswagen研發團隊正在考慮打造一款 擁有Coupe雙門以及Roster敞篷車型的 電能動力小跑車 面對武漢肺炎威脅 台灣消費者減少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轉而使用電動機車通勤 帶動電動機車整體銷售 電動機車二月市占率達到11% 月平均成長超過一倍 新唐雅配電視整理報導 好 再一看到台灣5G競標終局之戰有了結果 中華電信最終取得了5G頻譜中的餘度頻段 也就是最熱門的3.4到3.5GHz 合計第二階段競標金額之後 台灣5G總標金來到了1421億新台幣 電信業者表態第三季上線開台 也宣告台灣5G即將正式上路 台灣5G頻譜競標終於在21號畫下據點 下午2點半進行一回合頻譜位置競標 也就是說台灣之星是取得魚頭 那遠傳是取得在半魚肚 那中華電信是取得魚肚 那台灣大哥當然是取得魚尾 台灣之星以40MHz取得魚頭頻段 遠傳電信追加20.3億 取得魚頭接近魚肚 該頻段由設備業者可以支援 拿下奧運轉播權的中華電信 則是砸下20.8億元 取得90MHz的最佳魚肚位置 支援設備最多是最大贏家 台灣大哥打拿下魚尾位置60MHz 該區段衛星業者使用5月後就會清除 各家業者是全力備佔5G 中華電信表示標金雖然比預期高 但不影響5G的網路建設計畫 目標7月開台 遠傳方面對於同業合作持樂觀態度 計畫第三季推出5G服務 台灣大哥大也力拼今年第三季優先開台 值得一提台灣之星原先傳出 要與台灣大哥大合作成為連續頻段 但只取得中段的40MHz 效益如何又待上去 二階段競標完成後台灣5G總標金合計 一千四百二十一點九一億元 比韓國的兩千三百四十三億元 德國的兩千兩百三十五點九九億元低 但還是全球第三高 未來各家電信業者之間如何進合 強先端出 亮眼佛臥 產業界都在期待 新唐人雅在電視直線裡成為同台灣台北報導 台灣善用科技因應武漢肺炎疫情 打造科技防疫戰線更多性內容 收集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 日本跟韓國的武漢肺炎病例不斷攀升 健保署宣布將日本跟韓國納入健保卡警示範圍 台灣善用科技因應武漢肺炎疫情 陳其邁日前也與台大副校長張盛全 和台灣AI實驗室創辦人杜藝錦開會 期盼結合臨床跟民間力量 打造智慧防疫展現 韓國的武漢肺炎病例激增至433例 日本疫情也不斷升溫 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 提升兩國旅遊疫情建議 至第二級警示 為了防止疫情擴大 健保署攜手 移民署透過健保雲端系統 民眾就醫時插入健保卡 就能夠查詢旅遊史 從原先的中港澳 新加坡 泰國 到現在日本與韓國都納入警示範圍 讓一線醫護人員提高警戒 而台灣善用智慧科技 因應武漢肺炎還不止這一樁 利用智慧科技的方式 包括資料鏈結大數據 讓我們能夠協助在疫情的分析判斷 到包括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工作的落實 到病人的追蹤 甚至到這些確診個案 怎麼樣用這種大數據跟資料鏈結的方式 能夠做疫情調查 陳其邁日前也表示 為了打造智慧防疫 與台大副校長張尚純 和台灣AI實驗室創辦人杜易錦開會 期盼結合臨床跟民間力量 找出防疫對策 新唐人也在電視趙婷玉 整理報導 台灣政府跟民間因應武漢肺炎疫情 提高防疫強度 像是進出醫療院所 都要佩戴口罩跟量測體溫 那麼現在有科技公司 推出了四款解決方案 透過AI就能夠偵測體溫跟有沒有戴口罩 期盼能夠減少人力負擔 同時也降低第一線人員的感染風險 放上卡片透過檢測裝置立馬偵測人員 有沒有發燒與戴口罩 科技公司吸收軟硬體償商 打造四大AI雲端及醫療解決方案 設下第一道防線 可以減少人與人之間的接觸 還有也可以減少第一線人員的風險 對 然後還有是 如果真的有什麼異常狀況 我們其實後面資料都會直接進到 微軟的Ager裡面 然後即時做紀錄 對 那可能明天如果這個人 可能明天後天就盡量建議 他不要進到建築物裡面 國開肺炎肆虐全球 台灣的上半大樓醫療院所與學校等地 提高防疫層級 為了減少人力負擔與降低第一線人員的 感染風險 像是這款掌上型紅外線溫度感測器 能夠遠距離偵測人體溫度 當偵測到體溫過高者 數據將傳到雲端 發出警示 達到即時監控效果 在武漢肺炎疫情期間 科技公司透過創新技術 開發多款應用 期盼能夠協助政府跟民間 共同度過難關 新唐人亞太電視 研究小照片 台灣台北採訪報導 好 繼續帶您看到 由於武漢肺炎肆虐不少中港澳僑生 沒有辦法如期反台上課 台灣微軟結合教育部的雲端帳號全面開通 學校師生能夠直接的使用遠距教學平台 達到停課不停學 確保學生不會因此失去競爭力 武漢肺炎衝擊 學生無法如期反台上課 遠距教學成了停課不停學的關鍵平台 台灣微軟攜手產官學 打造遠距教學平台 整合教育部雲端帳號 全國中小學生不需要申請就可以免費利用 中港澳僑生不需購買付費直播軟體 讓線上學習不間斷 老師還能追蹤學生的學習情況 甚至是事後也可以去看到所有的上課內容的錄影的重播 那上課內容也可以跟老師直接做即時的互動 線上也可以出任何的一些這個課程的內容的這個問題 那老師可以直接回覆給學生 那出題目然後考試都可以去做到 所有的學習歷程都可以放到數位的筆記本 根據調查指出國中生參與線上平台課程學習率 從2017年的24%攀升到2018年的36% 這也大大顯示台灣數位教育的接受度逐年提升 新唐人亞太電視王國林昭彤 台灣台北採訪報導 接下來帶你瀏覽這一週的重要財經數據 內容的一位網路上會有節重容的 第二次黑社會大致電視王 還沒有開啟成員 你看大致電視王給你 多兩次黑社會大致電視王 後來是大致電視王 有閃電視王 移動來自此在 Gallery 北市启动自驾巴士计划 5月测试最快9月试程 变详细的信用内容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为了补足夜间公共运输的缺口 台北市政府宣布 启动自驾巴士实验计划 联合台湾自驾公司 将在台北市新银路 公车专用道上 进行为期4个月的夜间道路测试 那么预计在5月开始测试 最快9月开放民众试程 侦测到路上的行人 自驾车立即刹车 台北市政府携手台湾自驾公司 启动自驾巴士实验计划 台北市交通局长 亲自出席启动记者会 他表示 会进行4个月的补载客测试 未来是否正式营运 还需看测试结果 自驾巴士对台北市来讲 未来就是希望能够补足 夜间公车不足 会不会应用在实际的营运上面 因为它还会牵涉到 非公车专用到的部分 能不能达到安全的目的 所以这个还要看下一步的 未来的技术的成果 交通局表示 测试计划将为期一年 第一阶段为前置整备 包括建置高精地图 智慧入口设施 充电站等 第二阶段则是进行 自驾巴士上路测试 主要针对横向车辆 以及行人侦测 预计5月份开始承载测试人员 敦化往南北的方向去架设 横向的感测器 那我们主要是透过camera 然后甚至在往北往南 各延伸一个路口 那主要就是希望侦测 是不是有高速进入路口的车辆 那或者是在盲点 有一些行人 他要穿越 可能他要穿越斑马线 然后我们的车上感测器 是被遮蔽到看不到的 自驾巴士将于台北市 新一路段的公车专用道 进行夜间道路测试 预计投入三辆车 时速以不超过每小时15公里为原则 最快在今年有月份开放民众 免费事成 新唐人台电视黄亮剪 夜云如台湾台北报导 待您看到下周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谢谢您收看这一周的财经趋势4.0 我是赵婷玉 我们下周再见 赵婷玉 欢迎订阅 对 嗯 オ cá onc 不 好的 我